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一直在呼喊的知情人士透露 连赢那么计划在选前之下喊出五大宣誓加码催票 里面包括了就是重申四年薪水全属捐出 家属不会干涉市府的业务 还进一步宣誓要捐出部分财产 成立青年创业基金 而且考虑连胜文要搬出地保 第五个 蔡振元层级的竞选总干事 未来也不会入市府 不过对此说法 蔡振元强调他毫无所惜 这样有用吗 我特别补充一下 他刚刚又发了一个简讯做补充 他说他不是捐出家产 大家不要误会 他是指说他的竞选补助款要捐出来 那算一算呢 要看他得多少票 竞选补助款也不是他的钱 你要看看国民党在这段期间 为他所付出的广告费用 那简直是远超过他的选票补助 所以我一直说 廉价这么有钱 从来不拿自己的钱出来 你知道 他捐了薪水 那也是人家多的 等于说你真的当选的这职务才有薪水 你没当选就没了 同样的 选票补助 那也是人民的纳税钱 一票30块补助给他的 结果他要嘛你就是拿自己的钱 对不对 我现在手上有13800万 我就是13800万 我全拿出来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我们不要再骂他了 他已经看到这个报道很紧张 他已经非常紧张了 我今天是要说 今天也在倒数这个48小时了 10点一到就只剩下48小时了 48小时呢 连正营在今天同时推出两支广告 一支是用连正营自己的名义 一支是用他们市党部的名义 市党部负责做负面文宣 就让大家看到那两支 那一支是正面文宣 就是蔡依山泪崩嘛 回忆到他自己这个所谓四年前的那一段 看到先生被枪击的那个过程 那我看到这一段以后 我有沒有被感动 老实讲我还真的满感动 不 我感动到我最后决定说 呼吁全民要护送圣文回地堡 别让衣衫不开心 一定要让这一对这么恩爱的夫妻 从此远离妖魔 好好的去过生活 如果他继续缴获在台北市这一局里面 怎么未来十六年 这样不就搞得家庭纷争不断吗 为什么 刚刚我是救了 我是救了刚刚的话 八年市长 八年总统 这样下去就十六年 十六年孩子都长大了 那变大连王朝了 对 所以我就说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这一对恩爱的夫妻 大家不要再拆散他们 不要再让他难过 不要再让他哭泣 就是护送圣文回地堡 其实跟一样的状况就是 胡志强的部分 他不是把当年邵小林的车祸的 过程他哭的那个画面也播出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也应该让胡志强说 那你那么忙 忙到都没有时间陪老婆 你真的就像吴念珍当时 这个跟大家说 那你如果没时间念书 你就回家念书 那你既然当时就说 其实邵小林女士 好不容易这样子把她给 就是救回来了 我觉得你应该多花时间陪她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诉求 南北呼应 就是台北台中呼应 真的就说她其实不是做一个市长的准备 而是做一个应该做一个好老公的准备 我觉得他们应该做比较明智的选择 对所以我最后补充一句就好了 就说廉政营在最后的这个倒数第三天 这么密集的推出两支互相互相竞争的广告 一支正面 一支负面 其实这个在广告策略上是不好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急呢 只能问连爷爷 问好伯伯 是谁把黄明抬出来了 台北市民自己想清楚吧 我想这个蔡... 不管是这个蔡玉珍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嘉欣姐姐 他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管人家家里面的闲事 没有啊 那是公事啊 管人家到底要不要回家去好好 是公共事务啊 到那儿去啊 他家夫妻感情干嘛 这位刘 suspected你一定会韩分开 人家情的村子 快要回家 偷笑 到底是否因爲 Sabb大家逆 为什么 爱 亙